政府医院的合约住院医生今天向政府喊话 要政府在26天之内解决合约医生这5年多来所面对的困境 否则扬言他们将会罢工 那么昨天我们在报道当中有提到 达从2016年政府推出合约医生聘请制度之后 第一批合约医生将会在今年年尾届满 如果没有续约的话 他们就必须另谋高就了 那这就让合约医生感到很焦急 他们以各种方式施压政府接纳他们的诉求 包括提供合约医生深造的机会 为升职为专科医生铺路 以及透明化合约医生升职为正式医生的条件 以及保障所有医护人员的就业机会等等措施 不过受访的医生向八点最热暴产成 在向政府施压的过程当中 合约医生内部其实意见也不一致 其中大马医药协会等医疗非政府组织 展开了一个以CodeBlack黑色代码为名的示威活动 他们鼓励医生以不影响医疗体系运作的前提之下 温和地提出不满 那么这里顺道提一下 黑色代码CodeBlack 其实是医疗机构的一种暗语 指的是医院里面发生了炸弹威胁 那么在这一轮的示威活动当中 黑色代码就被用来形容为 合约医生他们正在面对非常急迫的紧急状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有另外一派 则是一个名为Hotard Doctor Contract的运动 顾名思义 他们主张合约医生应该要罢工 利用比较激进的行动 逼迫政府马上解决合约医生的困境 但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 他们都选择了 在疫情还没有降温的时刻 发动这一轮示威或者是罢工 那这也引起了部分民众质疑 这是不是在绑架病人当人质 逼迫政府接受他们的诉求呢 受访的医生都强调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因为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 他们就有同事可能会因此失业 再加上卫生部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清 让这些合约医生感叹 他们是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了 6月23号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发表了一篇文购 表达了卫生部在合约医生课题上的立场 文购提到 除了政府医院 其他政府部门和私立机构 也提供了为国家服务的医疗就业机会 那受访的合约医生指出 阿汉巴巴的这一番言论 如同鼓励合约医生离开政府医院 让他们自生自灭 因此合约医生决定 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争取权益 能写者无益可是听者有心吗 我们听了就觉得好心灰意了 好像就是说 打开了 几台大门都跟你说 自己来啦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走五年来累积的一些情绪 可能我们下定决心说 这次我们一定是要跟政府 是比较强硬的一个手段 让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有的医生响应罢工 也有的医生以更温和的方式来提出诉求 今天开始 社交媒体上不少医生都响应了 大马医药协会MMA的号召 将自己的头像转换成黑白色 以表抗议 而协会的后任主席 顾家财受访时认为 医生如果决定罢工 这等同于是 违背了医者父母心的职业操守 威胁病人的健康和安全 因此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让大众关注合约医生的困境 面对各方的质疑 支持罢工的合约医生辩解 他们还是会以病人的安全 为优先考量 他们指出 合约医生的纠纷已经拖延了五年 每一届的政府都给不出解决方案 事到如今 第一批合约医生不到半年 就可能要失业了 因此合约医生强调 他们无意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绑架病人或社会当人质 以满足他们的诉求 只是合约医生所面临的困境 已经非常紧急 这只是一个刚好的点 并没有说我们趁火打结 因为contract第一批的医生 他们已经到了瓶颈了 他们到最后的关头了 为了让合约医生的诉求能够被听见 温和派和激进派 他们各自选择用不同的手段来达成目的 然而两派医生都以致认为 这并非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甚至它是会影响到大马公共医疗体系的未来 大马医药协会后任主席 孤家才在受访时说 其实我国政府医院一直严重缺乏专科医生 而合约医生如果要成为专科医生的话 不管是用什么管道去深造 最后还是得要回到政府医院接受培训 才能够成为合格的专业医生 专科医生 如果政府再不开放更多的合约医生升职 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培训的话 那么我国专科医生的数量将会锐减 而重挫我国的医疗体系 那么受访的合约医生也预测 一旦政府继续拒绝合约医生转证的要求 那么更多的医生将会转人前往 私人的医院机构来就职 或者只好自立门户开办诊所 那么到时候政府医院里不但缺乏专科医生 可能就连最基本的住院医生 也会进一步减少 而未来民众如果想要得到 更好的医疗服务的话 就必须要付出更高的医药费了 合约医生警告 如果政府现在不马上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合约医生这个制度 将会成为五国医疗体系当中的 一颗毒瘤